歡迎收看 位置出任務 風水來早茶 嗨,妳好 好久不見 嗨 你幹嘛 幹嘛打扮成這樣 看什麼啊 5 幹嘛 幹嘛 真相只有一個 風水影響健康 剛剛真的無恙 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看到鏡子或會反射的東西 真的是會嚇到無聊 真的會嚇到 我跟你講我整個人嚇到屁股尿流 我就大狂叫 我說有一個女人在看我 有鬼 我跟你講我先生是靈異體質 我先生說 你不要擔心 我要去感受一下 那個是你啦 然後有一天我在那邊看書 突然這樣 鋼筋外露 你說整個天啊 天啊 睡覺的時候一直在那邊 粉塵咳到不行 把那個審理箱滑在那個樓梯上面 房東臨走之前還送我一個 中工就代表人的心臟 所以你把心臟裝馬桶 你一直抽它 一直抽它 那你心臟就爆了 那還有一種是 旋轉樓梯 就中間打旋轉樓梯上去 它就中工穿東西嘛 所以你到這個心臟就會搭橋 你就中工穿橋 完了 我家就有一個大樓梯 在我們的正中間 歡迎收看健康明星臨 林肺立座會 健康吃百里 沙丟裡 怎麼了 沙丟裡 你好可怕 你幹嘛 你不要沙到我 我有呼之呼 你知道風水會影響健康嗎 是那個沙 對 沙 今天我們要來談論的是 風水竟然真的可以影響健康 是有科學根據的 好 這個議題大家吵了很久 但是有一個健康節目 終於趕做了就是我們來趕快歡迎 今天的一時之選黃金陣容 那我們歡迎全方位藝人李宥辰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宥辰 這個好環境 讓你順風順水 不好的環境 讓你命中待衰 所以你想要健康的話 就一定要學風水 那我們就歡迎在一界的萬事通 什麼都能聊 好像算是一界的沈玉玲了 是的 歡迎嘉義科醫師 陳某城 陳醫師 大家好 大大小小風水禁忌 可用科學來剖析喔 其實很多人就會講說 到底這個中國老主動的智慧 是不是有沒有相通的 今天我們就找來了這一位大師 不是風水大師 是中醫界的大師 歡迎我們的中醫師 沈瑞賓 沈醫師 大家好 我是沈瑞賓 沈醫師 五臟對五行 像才如像人 齊情欲解也是一種炸氣油 重金拼起到現在在年輕人之間 非常非常受歡迎 而且算是把傳統跟創新 融合新一代的命理代表 那我們歡迎命理師 簡少年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搞定風水 化解煞氣 健康運勢 跟著來 這個黃金陣容 連命理節目都不見得有 又有專業 有科學 這個現實跟過去的碰撞 來請問一下佑誠 為什麼你會坐在這呢 我其實本身也蠻訝異的 因為我只是想要認真的 就是了解一下風水 我只是很單純想要 把祖先排位放好而已 然後我就看了一百間房子 一百間 對 真的是看了一百間 我就上網趴文 然後再問老師 然後一直吵各個朋友 然後再上網看很多命理節目 後來就看到很多那種什麼 台北市區不是有很多那種 就是小套房 對 譬如說這邊打開來廚房 裡面有這個洗衣機的 多功能的那種 看起來好像空間很不錯 但其實那都不合格 這個叫水火相親 還有那個 對 水火相親 你連名詞都有 老師 他名詞有用對嗎 有用對 對不對 而且他這名詞是很進階 對啊 不是傳統那種 而且那個罩 我就仔細看一下 我就往回看一下 我原本的舊家房子 原來那個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不知道 對 罩咖 罩是大家的財庫 對 冰箱的門不可以正對門 冰箱的門不可以正對大門 然後罩咖那個財庫 的後面有窗戶 你知道為什麼會落財嗎 為什麼 瓦斯會太多 瓦斯費也會浪費 你知道嗎 所以因為不夠熱 那就比較花更多的瓦斯 因為我們是節目 我們不能夠讓人家就是有迷思 對 所以我們要講 我後來想一想 應該是因為我在包湯 因為我很喜歡包湯 我想說那包湯應該是那火 有沒有 瓦斯會漏費 因為有光 有光它就會不斷不斷的 後來我就拿一個木板把它擋住 對 然後我就搬到新家 我找了很久 整個台北市我找了這麼多間 都沒有 我跟你講各位 台北市的房子 你好好考慮 要不要繼續住下去 因為三重終於讓我找到一間 那個房東剛好是做佛具行的 他說不然我就拿那個 蝦子蝦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釘在牆上 然後還特別量了那個底下 上面釘蘭茨這樣子 釘蘭茨 釘蘭茨 我說OK 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個 然後我就說OK這樣子 而且我跟你講大家如果去那些 買家具 我現在買家具都會帶那個 手機都會有App這樣子 量一下看有沒有在那個 文工池的紅字 真的有差 而且人 一定要看那個 人啊 活着的时候看大门 这个过去的 就是过往过世 往生者 你就是要看那个 墓碑方向 很多那个道家老师 他有讲 他不是 因为道家都不传的 他不传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他说来 好了我们现在要那个关门 要关那个 譬如说那个 铃骨塔的那个门 他说来各位往后转 你知道其实 他在偷偷转那个方向 然后大家 隔一年回来 想说要来看爸爸妈妈的 打开来发现说 那也是歪的 把他瞧正完了 这样运气不好 蛤 他那都有那个方位 有这种美角吗 这就会爆炸 对 真的会爆炸 所以我是因为这样慢慢 轻而易决动 对 我是需求 我是因为需求 所以我才做 因为你是家里的长子 是吗 我的长孫又长子又长孫 所以那个祖先排位 一定要跟我 对 真的 然后来到新的住家以后 就整个就顺顺的 稳稳地慢慢地 往前行 我觉得还不错 大家一定要注意 您可信其有 对 我们在这个居家 其实我们早今天 简少年来 就是有他的代表性 因为他就是擅长 用很科学理性的角度 来告诉你这种老祖宗的智慧 所以真的有所谓的 这个家中NG风水 就会影响健康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列了四款 是这种没有救的 什么叫没有救 没有救 就是跟你房子里面没关 那是要直接搬家 还是怎样 卖掉房子卖掉 它有一些传统的化解方法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我一般是建议搬家 对 但是它有一些 科学上的分析之后 在近代有些改善 例如说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 比较在都市内常见 叫天斩煞 就是你家看出去 你家阳台看出去 结果有两个房子 然后中间有个缝 你可以理解就是那个 缝会从中间的缝穿进来 对 撞到你 这种其实蛮多大的社区 都是这样子 或是小公寓也会有 看很多新兴的这种建案 也差不多都是这样 而且都是都市规划区 都会这样子 一个一个凌厉的 对 但是以前的话 因为这个洞具很窄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都一定会发生 但是现代社会不一样 因为很多重化区动具很宽 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 当它如果倒下来压不到你家 基本跟你没太大关联 因为它是风的逻辑 所以它要倒下来压到你 才会有造成这个问题 那代表它风才会撞到你 不然离你超远 那个风早就已经不知道去哪了 对 那如果你不幸有这个状态 它会发生什么事呢 一般我们的经验 都是跟心脏病比较有关 对 对 就是容易心脏病 中风 或是休克 那实际上状况 为什么我们不太清楚 大家可能他睡不好或干嘛 那传统解法很酷 就叫石感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一颗很可爱的小东西 一个石头 对 你一般去路冲的路口 你就会发现大家都有放这个 然后这个石感当呢 它一般来说还有很有讲究 它传统叫什么 用红色的字 红毛写 珠沙笔写 石感当 就放在对着这个口 最悬的是呢 你放一阵子之后 这个石头真的会裂掉 就是在对向那个天然炸基方 真的会开始裂开 为什么 对 那它很大颗的很硬 有陈寿吗 对 它在为我们赎罪 好感动 对 很玄的 所以它裂了之后你就要再换 对 但是我还建议大家 一直换石感当 在这个居家造型上面 有点微妙 所以一般我还建议大家 搬家还是比较好 春土春金的 定地 对 还有第二种是火行煞 火行煞跟心理学比较有关 就是火行煞是指 你家的窗外看出去 如果三角形很尖的东西 就各种三角形 然后你会发现这里面的人 容易有血光之灾 关飞 然后失火电力问题 很奇怪 那实际上呢 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 是说 国外有一个研究 他们讲是把一个死掉的鲨鱼 封在墙上 然后它还是看作文标本 你人类靠近的时候是会慌的 你知道它是死的 它在里面出不来 可是你还是心跳会加速 所以它的逻辑就是 你当你一直看到尖锐物的时候 其实人类的那个紧张状态是在的 那你想啦 就很像你一直在紧张的时候 会有人叫你去洗澡洗碗 就这样你就会生气嘛 所以这种火行煞造成是非 应该是因为长时间累积的 一个状态造成 那这种一般外局的 我觉得就把窗帘拉起来 就相对能减少 比较可怕的是你家三角形 就是你家的那个户型是三角形的 不是方形的 你说占地面积就是三角形的 对 你就是三角形的 所以你住在一个火行煞上 那你说老师这又看不到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比较悬是因为它是三角形的 所以你在在隔的时候 为了利用空间嘛 你会发现你很多墙的方向不是方的 就你会发现你在三角形的方向自己 待久了 你会觉得有点晕 因为你视觉上就觉得 平衡都不太对 歪歪的 就歪歪的 就像你门如果盖成三角形 你会发现大家会一直卡到那个门 对 他就说那闪就好了 可是他会有个惯性 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加班很累 你就会觉得 就很卡 有点卡 所以坐在三角形的方式是最可怕的 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搬家 真的有可能啊 火行煞的状况 火行的三角形的话 其实我返回来去讲一件事情 很多国外他们的屋顶 都会有三角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部分 要么就是 雪啊 雨水或是雪 对 下雪 它要掉下 它不要积在上面 如果是平的话 积在上面会垮下来 所以他们就要这个 所以这个地方要么就是水多 要么就是下雪 要么就是温度低 要么就是潮湿 所以这个部分的潮湿的部分 的确会影响到你 所以你如果不适合住在 冷的地方 比如说你有风湿 免疫的问题 过敏的问题的人 还有黴菌的问题 所以这些往往也是跟健康有关系 马上就有科学的说法 没有道理耶 对啊 之前那个大普差政府 那个药房 它也就是三角形的 然后你看事情就很大 事非就很多 对 事非就很多 然后那个像火星炸 我之前有那个 那个有个医生他跟我讲 他说那个 现在大家火力发电 然后那个空屋这样飘飘飘飘 就在那个 阳明山那边就会停在那边 所以那边特别容易 就是这几年他们就觉得发现 那边的病人很容易 特别有那个肺腺癌相关的 就空屋是空屋的状况 对 哦 那还有什么 特别要注意的NG风水 还有两个我觉得跟年纪大的人 比较有关 就是经过我们的研究之后 发现年轻人在这个 遇到这个问题不太影响 但年纪很大的人 他的确很准 第一个是 比较常见就是药罐煞 就是你家的阳台看出有各种水塔 一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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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没有那么准 你感觉起来就是他有药罐煞 他也是健健康康的 可能就熬夜吃鸡排类似这样 喝珍奶 可能有体脂肪过高吧 但是不会有太多生病明显的状态 但是一旦老人家 他看到这一个 一罐一罐的药罐的时候 他可能有那个形象在 带给他那个不好的回忆 因为他老人家可能要吃很多保健品 或是他身体不好吃那个药 他一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自己 好像一直在吃药 然后你就发现有这样子风水的老人家 他的确都容易在慢性病上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个是在老人家的时候比较明显 药罐煞我超有感的 真的吗 我家苗栗老家打开三楼神秘厅打开来 一打开来就三个大水塔 然后我爸那个时候就是很严重的病 然后我家也是都很病很久 我的药罐煞真的蛮强烈的 可是你们家不是已经住在那边有一点久了 很久了 所以后来搬家了 他们都过世以后就搬家了 那第二个是窄巷杀 这个对老人家来说我觉得是特别要注意的 这也跟医生刚刚讲的潮湿有关 就是早年像台北很多这种小巷子 就是超级窄超级窄 然后超级窄的情况下 就是一下雨那个水都出不来 里面都会长青苔什么的 那如果刚好你是住在楼层低的 高的越高越还好 但如果你住在一楼 然后你旁边那个巷子超级窄 那大概率这些人都会有因为潮湿 或是一些心肺上面的一个问题 呼吸道的问题 这个就是老人家也要避开 年轻人我看也还好 一般年轻人都不在家 所以还好 但是老人家就要非常非常注意 原来是这样子 对 太厉害了 因为反映到的一个状态 是非常科学的 那我们刚刚请这个简少年 就是旧这个建筑物的外观 可以目视可及的状况下就有煞了 那其实那跟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那居家可以改善的东西 我们更迫切想知道 因为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换房子 对啊 好 那怎么办呢 居家内部的空间到底有什么重要性 来我们来问问看这个中医师 其实在中医里面 我们常常讲那个生物的全息率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舌头 假设这是舌头 那舌头舌尖指的是心脏的一个问题 如果它有一些状况的话 像星火旺它就变得特别红会破 那在旁边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肺 再往上这边是肝 对应脾胃对应肾脏跟膀胱 所以我们在身体上面某一些区块 我们也去对应到五脏 那居家呢 应该也是可以 因为在这个日本有一个研究 发现说它 譬如说家里进来 门进来 对应到我们的喉咙 口鼻 在厨房可以对应到肠胃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门一打开 如果我们前面摆了一堆鞋子 这些鞋子都很臭 这叫什么口臭门 其实好像在风水学里面有这个 它会对什么有关系 我们口鼻 可能容易闻到这种美味 不舒服 打喷嚏 甚至容易感冒 门一打开封一进来一罐 那再来就是肠胃 我们讲说未授纳水谷 那这些水谷就是我们买的这些菜 饭放哪里 放厨房 放餐厅 所以它把它归类到 这个厨房跟餐厅跟肠胃是相关的 再来就是客厅 客厅跟浴室煮肝脏 为什么呢 因为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肝阻调达 调达什么意思 就是要四酮八达 肝阻疏 它必须要能够把这种气 不好的气能够排出去 所以在客厅在浴室 我们认为也是肝脏管的 所以在客厅的地方一定是要宽 比较明亮 可以让它比较容易梳泄 那再来就是厕所 厕所我们讲说要上个厕所 那就跟肾脏跟膀胱是有关系的 再来就是卧室 卧室就是让你好好睡觉 还有安心的地方 所以跟心脏是有关 再来是天花板 天花板跟肺有关 所以你看那有压梁的人 就是常有一些压迫感的人 他会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疾病 我超有感的 我之前要搬家 我就是100间之前那一间 那一间我想说是在东区市区 然后有一天我就在那边看书 突然这样 整片掉下来 然后钢筋外弄 你说整个天花板丢下来 就在我的左鞋前方 这样啪 掉下来 太夸张了 然后那一阵子就算了 那一阵子就是你看嘛 第一一定是 就是房东包我就是 叫师傅来洗啊 重弄啊 整个重弄 那天又跨年 整个我在睡觉的时候 一直在那边 一直咳 粉尘啊 粉尘咳到不行 那阵子的咳嗽 不是 不是那种 三天五天好 是一整个月完全无声的那种 然后三四次 最后呢是 我要走了 我临走之前要搬家 不小心这样子 脚踩 把那个省理箱 滑在那个楼梯上面 哎呦 你知道房东临走之前还送我一个 腰椎 椎公骨折两根钢钉二十万 直接送我这个 然后半年不用工作 本来在拍那个 一家团圆 开刀第五天 然后这样子 走过去然后这样 然后化妆师妹妹说 你鞋在掉 我说你可以帮我 你可以帮我 哇这么严重 真的啊 哇那你的坍塌 是因为房子潮湿吗 太湿 因为他在那个四楼顶嘛 他不是夹盖 但他那已经接近那个天台了 对太湿 所以怎样剩下来 你真是祸从天降 真的 还好我在旁边 如果在那个下面压到 怎么还得了 直接今天谢谢再联络了 那就真的走了 还会 还好还是有福的 真的 对 不过呢 我们刚刚已经稍微了解到了 这个NG的居家风水 真的有可能会影响到健康 那看起来今天都是专家 那麻瓜可能就是变成我们两个 对啊 因为我都是很多第一次听到 吓到 我也是 刚刚那些煞我都没听过 我也是 药灌煞真的是开了我眼界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赶快来 封水来找茶 我们赶快来看你家 是不是对应到我们 现在准备的环境呢 来来来 来坐 哇 员雨姐 你家里太大太漂亮了吧 干嘛 而且 你看 别转太多圈了吧 还有超级大的落地山 而且风好高 哈哈哈哈哈哈 他那会放进头 他那会干净 他那会干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样的风水会有问题吗 他才有问题吧 一开门 太阳很棒 风光明� 大开来就是那种 又通风 对流 穿糖煞 蛤 穿什么糖 直接穿糖 有沒有 穿糖 你看那个门 直接給他這樣子吹吹 吹到底下去 講科學一點講心臟啦 這樣講難聽一點 這個家裡的人一定會生病 你說他的門跟他的窗戶是對穿的嗎 這不是很好嗎 氣流對流啊 這什麼問題 本人這一集怎麼那麼慘 為你而設計的吧 我跟你講我家是我爸蓋的房子 我爸本身是蓋的房子 然後二樓本來有一個隔間 然後有三個門這樣子 小時候不知道幹嘛 心血來潮氣場說 那我把他二樓打通好了 哇整個家變超級寬敞了 左邊那邊有個門 那個門就是原本在的門 就是那個被封起來 然後那個衣櫃的地方 他就是已經那個 那很棒很開闊啊 變成一個超大的雅房 不是很棒嗎 這張照片就是我要逃離這個家的時候 你知道我因為這件事情穿堂煞 我爸跟我媽 有在78年開始 房產泡沫往下走有沒有 然後一路乳癌 帕金生症症 還有A型感冒肺結核 引發肺結核 直接在醫院住一個月這樣 然後而且那是開放性的那種農潭 我在那邊醫院戴了一個月的口罩 就是這個 所以我說穿堂煞 我狠狠的就把它記住在這邊這樣子 這是巧合吧 他講的都是老人會就是遇到的問題 你看 不就是老化會有的嗎 其實這個穿堂煞是這樣 你也知道穿堂煞 你真的知道穿堂煞 他兩邊都開口 我們喝那個養樂 都不是兩邊開口才喝得到嗎 對 他也是要兩邊開口 風潮會灌進來 那不是很好嗎 通風啊 但是你知道我們一開門 然後那個門沒關好 那個風一這樣打過來 你會有什麼感覺 全身會縮 心臟會縮一下 對不對 如果這時候免疫力又不好 風一吹 會不會打噴嚏流鼻水 所以狀態不好很容易被影響 對 沒錯 在風水上 我們討論就是一個房子要暖 就是說你的溫度要穩定 然後你要聚氣 我們常常這樣講 但你想你穿堂煞就超通風 你根本不會聚氣 對 你氣就直接流走 如果我們比較懸疑你常常說 要聚氣才有柴氣 那你不會有柴氣 你一打開就穿過去 你搞什麼氣就直接不見 超級可怕的穿堂煞是 它的那個大道它只有這邊穿 但旁邊不穿 它叫這個長條型的 所以這邊永遠不會有氣 因為氣流只在這邊過 所以這裡就會開始潮濕 積灰塵 發霉 然後又沒有採光 因為它陽光就在這 所以這裡會有熱度 這裡很冷 這邊也陰這樣子 對 所以這裡它就會非常陰 然後通常往往 這個就會可能是 或是說什麼地方 然後他們就會出問題 對 的確我們最怕的就是 很多人會站在風口的地方 然後就很容易就感冒或生病 但是它剛才講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特色的地方 是如果你的風是直接在前面 這邊如果真的是 沒有其他流通位置 這邊會產生的是亂流 灰塵或者是過敏源 或者是塵蠻這些東西 就會在這個亂流中 沉澱在這一個區域 所以這樣子過去的話 它所帶進來的髒東西 是掉到這裡來 所以這邊濕氣就會特別重 就特別容易 有一些像發霉 發霉接下來就是皮膚的問題 不洗澡的問題 所以它才叫做 洋宅第一胸 我們放第一張 就是因為它是洋宅第一胸 最要避免的就是這種方形 這個一般來說就是為了 究竟你解決這個風的問題 有一種像剛才醫生講的 你例如說你窗戶常識關閉 你就不會開門的時候被沖到 或者說你中間要加一個東西 把它完全擋住 讓風可以折一下 不要讓它永遠都是直接吹你 讓它就可以改善 現在比較厲害的是 有一些透明的玻璃 有沒有 然後又剛好可以折到一個程度 然後它看起來就是 不會覺得空間很窄 又可以讓風 對 風還是可以過 其實現在都是很好解決的 所以不一定要搬家 這個還可以 可以稍微改變一下內裝 雖然是洋宅第一胸 但還是有破解之道 簡少年有叫那個破解之道 好險 可以 辣妹的公主站好 辣妹也可以啦 我也有點辣啦 幹什麼 幹嘛啦 姐 你到北上去哪裡 那邊啦 隔壁啦 你看 這麼痛喔 很誇張 你很誇張欸 真的 你太臭了吧 太舒服了吧 好臭 你家一個廁所在正中間 太方便了吧 這樣的風水有問題嗎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 這個叫做中宮 對 正中間啦 就是那個叫什麼 五行裡面的中間 你是廁所在中間 對 廁所在中間 我們就叫中宮上 那不是很好嗎 我們中宮就是黃金滿滿啊 可以啊 你可以坐進去 守住 可以 我跟你 你可以坐進去 但如果你膀胱不見 你要不要住 黃金滿滿 什麼叫做膀胱不見 我問一個朋友就這樣子 超級貼刺 怎樣就不斑 然後結果開始間歇性膀胱炎 然後開始去打玻尿酸 打完玻尿酸之後咧 直接大腸剪開來 變成那個膀胱 年輕人嗎 對 超級貼刺的 趕快看我們陳柏辰醫師的表情 真的很誇張 不是 這就是巧合吧 對啊 這剛好它膀胱比較差 但是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第一個部分 我們希望廁所能夠靠近 對外的一個窗戶 不要它的東西是沒辦法排到外面去的 如果你放在正中間 它任何的臭味或者細菌 或者是你在清洗的那些 化學物品的蒸發的東西 它不是對外排出去 而是排到其他的房間 因為它是剛好在正中間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是覺得 這一個地方是不理想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廁所最重要的地方 是它的水要排出去 它的糞便要排出去 它不是就是管路地下 就是排出去了嗎 有關係嗎 可是它必須要經過 要嘛就是你的客廳 要嘛就是你的房間 要嘛就是你的廚房 因為它剛好在正中間 所以你要犧牲哪一個左右 哪一個方位的 哪一個房間的地方 因為它的下面就會有這些 不要的廢水經過 那你也知道 如果管路破掉的話 滲出來 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或者你要修廁所 不通的問題的時候 你要打的不是只有中間 你連旁邊的那一間都要足理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它是一個 很可怕的一個問題 不是是只有使用的過程中 它的細菌無法排出去 還有化學物品的清洗的部分 排不出去以外 它的管路的部分 會導致你生病 除了有味道之外 在你放中間 剛才講到那管線是拉出來的 你那個按個抽水馬桶 可能你在睡覺 你都可以聽到下面管 都這樣哭了哭了哭了那種 那這些東西都會影響到 你情緒 睡眠 然後更是 跟你的消化系統 這些都會影響到 真的有人去因為這樣 然後去找你求診 然後你發現他的健康 是來自於他居家風水這樣 都會問一下 其實進來門診 其實都會問一下 譬如說他睡不好 我說你這個窗戶外面 是不是就是馬路 那廠位的問題也會問一下 你怎麼做飯的 做飯的空間通不通風 都會問一下 所以其實風水跟居住環境 其實很有關聯 這種中宮煞 其實有兩種類型 剛剛我們講的那種 其實我們的 在風水上學員 我們講天人相應 中宮就代表人的心臟 所以你把心臟裝馬桶 你一直抽它 你一直撐它 那你的心臟就爆了 心臟很大對不對 不是心臟裝黃金嗎 心臟如果堆太多東西也很可怕 我已經看到兩個很鐵齒了 還有一種是透天做的很常見 也是一樣叫中宮煞 但不是用廁所 它是什麼 打樓梯旋轉樓梯 中間打旋轉樓梯上去 一二樓 覺得很帥 或是溜滑梯 電梯可以嗎 樓中樓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電梯它是整個結構性的 但如果是打樓梯 那你只要看進去 我沒辦法去看什麼 中間有樓梯 我就說這個樓梯要打掉 因為你要不然會心臟病 因為它就是中宮穿東西 所以你到這個心臟就會搭橋 你就中宮穿橋 那老四豪宅不是都是一進去 大門就是一個大廳的樓梯往上 對啊 那種是很嚴重 那種 基本上樓梯本身就是尖角 它是個尖銳物 那你想它又是這樣子上去的 很多的直角 對 所以你基本上一整個看完你就知道 而且很多是一個建案都這樣 所以有一次我找一個建案走進去 我就跟那個房仲說 你們整個社區的人心臟都不好 他說對 然後他們蓋的時候就這樣蓋 整個全部都這樣蓋 那大家沒有注意 所以就都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它一般很好修正 因為你只要把尖角修正成圓弧的 其實就可以避免這個問題 那它如果是一個圓的旋轉樓梯咧 那你要遮起來 一樣要遮起來 遮起來 因為你樓梯本身不是圓的 你的那個台階不是圓的 或是你用溜滑梯 對 還是用溜滑梯 沒有尖角 用溜滑梯 就阿嬤瘦了 那這樣上二樓要爬很久 阿嬤的 天啊 好吧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圖 我家就是目前50%沒救 我看有沒有一些 就我家也有的狀況 全都是傻的 這什麼咧 很多的格局都長這樣雅房 外面套房不是這樣嗎 外面台北市租房子都長這樣子 對啊 廁所在房門對面 這樣怎麼樣很方便啊 但是這樣子你健康一定不OK啊 就剛剛老師講的 剛剛講的衛煞這個東西 你門就對衝了 學生套房這已經算是很不錯 一個月租2萬2 都要大家覺得便宜耶 學生體質好扛得住啊 對啊 感冒兩天好啊 對啊 我們現在這年紀沒辦法 感冒兩禮拜 你的運跟你的身體是這樣子 可是今天像老師講 如果你今天弱一點點 你看風一吹 或是那味道一進來 你是不是會莫名的憋起 憋起你整個人就會 憂意那個叫什麼氣節 對不對 老師不好意思 賣弄了一下 就是你會有氣節 你會憋一下 你就說好臭 但是你其實無形 很多東西都是無形的 這個東西很明顯就是 而且那種大學生特別容易 對啊 其實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要知道的就是說 廁所我們剛才有講過 一定要有一個對外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廁所很明顯 它沒有對外的一個窗戶 但是它唯一可以對外的 就是那個門 那個門就對著你剛好要 每天休息的房間 所以它唯一的不好的東西 要飄出去的出口 也就是只有那個方向而已 那它要飄出去的 不管是味道也好 濕氣也好 黴菌也好 它都會往那個方向飄過去 那唯一就是在那個地方 就蓋瓜成熟就是你的房間 然後你又躺在上面 要八個小時 黃金滿屋 對啊 你要吸個八個小時 很有錢啊 對 那這怎麼解 這一般我們比較簡單的解法 是加門簾嘛 學生比較窮嘛 可以買得起門簾吧 但是要一路到地 它相對可以擋掉一些 這種風的問題嘛 像剛剛醫師講的 它至少在風會卡在那個門簾上 不會直接進你的房間嘛 但其實還是有限啦 所以最好的方式 還是叫房東把門換邊 就移開一點這樣子 那個門簾要過溪喔 對 要過溪 最好是整個好用 你不是說很開心 然後在胸口那種不行 那種短的都不行 門簾要過溪 然後兩邊都加 就自己臺室也加 廁所也加這樣子 兩邊都要擋住 對對對 那有一個方法是 有的是換拉門 拉門也是一個做法 因為一般開門是這樣子 會風比較大 拉門可以慢慢開 控制它的大小 對對對 然後再來是拉門 那個縫可以控制 那個尺寸可以控制 好 不過呢 在房子裡面呢 我們剛剛講說 盡量避開這個廁所啦 還有一個 這個是連我都知道的 這張圖 我知道壓樑 那個人上面 如果是樑的話 會有壓迫感 對啊 你看著 就會有一條東西的感覺 這個我都知道 這個沒有錯吧 這個就是壓樑 正確 沒錯 壓樑煞 但中醫也會問一下這一塊 就是說你上面 有沒有什麼東西壓住 對 那有壓迫感的時候 你呼吸可能就會變 不順 我們中間來講說 這個就跟肺會有相關 那當然我們的肺 它沒有辦法 完全的這種擴張啊 伸展 那當然你就會預在裡面嘛 所以你還會有一些 憂鬱啦 氣情欲解的問題 那這個要怎麼樣解咧 如果他就說 我量就這樣子啊 哪不可能我要做 一整面的那個天花板 把它包起來嗎 我們的方式比較粗暴啦 我就會跟他講說 就不要有走道 加一個床頭櫃 然後拉出來 他就爬過去爬過來 對 那有人可能就說 老師那我直接往前就好啦 對啊 可是其實頭不靠牆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古代來說叫 這個睡法會傷鵝狼 在古代講 就是會傷生殖系統 或是傷家裡的小孩 不忘定 在古書這樣寫 但後來我們發現說 我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在那個 會晃是不是 對 會滑 會影響到別人 還沒有 換音 你不小心 有沒有 溜去 管戲 然後你可能就10天半個月 你就是毀了對不對 沒有 不行嗎 不是 只要是 傷子孫 只要是你沒有靠牆 你睡覺那個風會一直穿 因為你如果穿 你如果臥室又有房間又有窗 你風一進來 它一直過你頭那邊 其實對你的整個頭會很涼 這件事是很不好的 但頭會很涼會怎麼樣 就要問醫生了 其實像頭風 就常常會頭痛 像現在最近天氣很冷 有時候那個風這樣子灌 會怎麼樣 梗塞性的狀況 最近有很多 對耶 對 原來是這樣 所以人家才說 我們的頭一定要保暖 戴毛帽或是什麼 冷到 好 來下一個格局 這個我常常看到 那種阿嬤的房間 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還有復古的梳妝台 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那個看到鏡子 或會反射的東西 真的是會嚇到瘋掉 我有一次真的是嚇到瘋掉 我們家不是鏡子 就是我就是睡得茫茫的 然後呢 我就是起身 然後呢 也大概約約是到廁所在 妳是睡得茫茫還是喝得茫茫的 睡得茫茫 嚇得茫茫 我是媽媽 對 妳是媽媽 我進去以後 我跟你講我整個人 嚇到屁股 尿流 真的是 然後在地上就是 整個就跌倒 我整個嚇到 嚇到 然後要往外跑 妳看到什麼了 我就說 我就大狂叫 我說有一個女人在看我 有鬼這樣子 然後把我先生叫起來 真的 因為我們家浴室 我先生就是大面的鏡子 然後它旁邊還有一個拉門 是玻璃的 然後你知道我們就開一個小燈 因為怕你進去廁所的時候 會跌倒 太暗了 有非常昏黃的燈 有 還是有燈 所以剛好足夠反光 然後呢 我的睡衣是白的 然後妳在這個 我不知道是鏡子還是那個 浴室前 它不但是白的 它還有有點的 透光 有無眠霧感 妳先生應該比較害怕吧 崩會尖 然後我先生就是被彈跳起來以後 他說哪裡 因為我 我跟你講 我先生是靈異體質 我先生說 妳不要擔心 我先感受一下 我先感受一下 因為她的靈異體質 妳們很像在眼睛似夫妻 她就進去 很好看 妳在說 真的沒有事情 妳不要擔心 那個是你了 那個是你 超有感 然後我尾椎那個 痛了兩個禮拜 一定很痛的 我還去打針 去骨科打針 這是真的 好險妳年輕 不然妳再老一點 妳就完蛋了 很麻煩了 我就鼓裂 對 來 剪笑臉 我們這個該如何解 這個我很多朋友中招 我自己也中過 嚇爆 我的朋友是說 她可能往上起 然後看到自己的素顏 就跌倒了 嚇到自己 沒毛了 自己都不認得自己 太久沒看到 怎麼這樣也有 我自己中招是 有一次我媽剛好丟一個鏡子 她就把她放在陽台 她坐在那邊 因為我回去看她 晚上她就開個昏晃的燈光一樣 然後一開門之後 那個空間感整個錯亂 你就覺得好像可以進去了 因為你看到那個光了 對 結果我的頭就直接A在門上 好痛 很痛 很痛 整個就黑色 沒錯 所以這種鏡煞 講的就是 你在這個進門啊 起床 只要你會精神不濟的地方 都不要直接有鏡子 因為現在很多喜歡 在大門口放鏡子 出門可以照一下 對 我就說你建議 拿一塊布把它掛起來 你要用的時候拿下來 不要用的時候掛回去 好啦 化解煞氣呢 我們今天呢 這個運動 健康動態隊 我們也準備了一個法寶 來讓大家破煞一下 是的 今天的運動神經材 這個健康動態隊 帶來你們最喜歡的 雙嫖飛舞 要把你們那個 煞氣跟壞氣 美運全部都拿解除 正氣一定可以贏過 這些煞氣的 各位開始 怎麼樣 雙嫖飛舞 五行包吹舞 雙嫖飛舞 對應五戰六佛 雙嫖飛舞 五行舞 雙嫖飛舞 來 請問 停… 我要先確認一下 怎麼樣 這樣子的動作是真的能夠開運 我才願意跟著做 可以嗎 我剛剛也本來想說 我覺得有一點恐怖 面向上的確會有 對應五戰六佛運動 它看起來這個是一個心肺 然後手會往上 所以左右手會比較好 一般這對應兄弟功 會比較好 所以貴人會變多 兄弟感情會變好 但是這個動作可以再加一點 條件會更好 是什麼 一般就蹲一點 讓下肢力量變強 一般下巴這邊更好 會有更多貴人來 就會更旺 蹲低一點 就恰好是要蹲一下 練一下大腿 因為剛剛那個只有心肺 我懂你 簡少年 我知道你要什麼 好 好 雙瓢飛舞 鳳梅五行五 雙瓢飛舞 蹲低一點五 對 一直過 對 一直過 變起來了 現場分配 好帥 五上六佛 雙瓢飛舞 很帥 請問一下中醫師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你剛剛說相載如相人 你有感覺他立刻 貴氣起來了嗎 他這個手這樣一開一盒 對我們心肺功能的循環 很有幫助 所以你看他氣色多好 辛苦 他穿了八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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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運動過渡 對 他跳了兩套 穿了兩套 一三十二 是不是 大家對於這個風水 其實多少台灣人 我覺得也滿愛研究風水的 那尤其不管是居家上班 或者是什麼 反正很多關鍵字 大家都會想說怎麼樣 就是能夠比較好運 那甚至我們今天已經告訴大家了 跟健康是真的有科學性的關係喔 那有一些迷思要來幫大家破解了 來交給Wish 很多人說種子植物可以修身養性 那在家中可以多種很多盆栽囉 1 2 3 我覺得不要太多剛烤就好 適度的盆栽就好 不要太多的盆栽 比如說你可以用黃金格 放到水裡面去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要用那種土的 然後要種很多的樹的部分 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你的土的部分的品質 因為有些土它是不大好的 甚至還有些土它是可能會有發霉 帶有霉菌的 帶有蟲的 要很小心 我錄影前狂打電話 就是因為我要趕快聯絡圓藝 來救我們家 我們家裡面 就是有放了一些室內的盆栽 看起來非常的陽 賞心悅目綠綠的 所以後來我最近發現 它們好像就是我小孩開始打噴嚏 然後開始有一些病什麼的 然後原本也沒有多想 但是發現我們家的盆栽 那個土有點灰灰的 把它挑掉以後 還有製造原來是發霉 對 但另外一個也要很注意一下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或者寵物的話 有些植物的葉子是有毒的 是不能被小朋友摘下來吃 或者小狗會去咬 或小貓有些也會去咬 所以要特別去注意一下這一塊 對 幾少年怎麼看呢 這個大家會覺得說 家裡有圓圓的綠葉的某一些 像發財樹 我想發財 很多人就家裡種超多發財樹的 這樣子不好嗎 一般來說 我覺得在古代的時候可能可以 但現在也不太適合 原因是因為 我們還是回到天人相應 你跟植物是呼應的 植物衰你衰 就跟寵物其實也是一樣 它倒楣你倒楣 但現代養死的概率非常非常之高 絕大部分最後都變成媽媽的責任 而不是你的責任 然後媽媽的這個就越來越多 然後媽媽就很累 然後這些植物如果照顧不來 你又開始衰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養就一人一盆 你就搞定你那一盆 然後你可以觀察那一盆的狀態 知道你今天運氣怎麼樣 所以出門前就看一下她 她說 她怎麼今天看起來有點衰 糟了 今天 黃日不宜出門 在家休息 要好好照顧植物 好好照顧 對 叫大家活過來 你最近不太可以 但我發現有一些人的面相 就屬於植物殺手 對啊 她的植物一定會死 很奇怪 怎麼養都會死 對 我怎麼養怎麼死 我也黑手指 薄荷人家跟我講說超好養 我養的薄荷就黑成一片 焦脂成片 你看她的面相 就是很符合植物殺手的面相 就眉毛很濃 然後正面看得到鼻孔 一般植物死定 真的喔 真的 大家都是長這樣 你媽媽講得跟疫情一樣 太合理了 好啦 接下來的迷思呢 接下來的迷思 家裡的空間常常太小 那我們可以把雜物 或是一些沒有用到的東西 堆在陽台嗎 我是知道不行啦 但是不然該怎麼辦對不對 家裡就是這麼小 就放不下啊 陽台其實在風水上 就是你的前途啦 在 我們叫明堂嘛 所以你在前途放雜物 就是你前途充滿阻礙 所以你挪到其他地方去 會比較好啦 至少一條道可以走 那一般傳統古代 如果家裡面有神桌 他也會講說神明要出巡 你不可能神明前面都垃圾嘛 你神明要出門都是垃圾 那他一定會覺得發生什麼事嘛 你就很難有這個好的氣 所以我告訴大家 改運的大絕招就是收陽台 真的 大家現在如果運氣很不好 各種狀況 你回家收 一個禮拜後一定變好 你試一次 絕對 對 這個是我每次跟所有的人講 都是最大的好處 就是什麼風水裡面最強 收陽台 剛剛我們講收完陽台之後 很多人就會怎麼樣 把陽台的東西搬到廚房 對 對 因為廚房就是反正沒煮飯嘛 就堆在那嘛 然後 搬在廚房之後就出現新的問題嘛 因為廚房剛剛講跟材有關嘛 跟煮飯有關 然後你的材就卡住了 對不對 然後你後來就搬到臥室 那你睡又睡不好 睡眠也卡住了 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 東西要少 就斷捨離是關鍵 我教大家一個絕招啦 就是 這個是傳統這個 奇聞隊長老師很常用的絕招 什麼意思 你什麼都可以堆 有一種東西絕對不能堆 電氣 就是你把什麼吸塵器 除濕機 空氣清濕機 全部疊在一個地方有沒有 然後都插電 然後通常這個地方呢 都這樣子的時候 他家裡面的小孩一出事 例如說要把生病發燒 把電全拔了 把它分開來 你發現它就豪轉很多 因為他邏輯就是這裡的電池 那個狀態太強了 影響到人 所以你把它全部拔掉 拿開的時候就好 這是一個改運的關鍵 所以蠻科學的啦 你講說要好風水的話 你說是一定要乾淨 而且盡量淨空 對你來講就是盡量 把家裡的環境淨空 對 斷捨離 斷捨離是關鍵 還有另外一種是 如果你家人常生病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你 用一些祈福的方法 因為我們剛剛講 收陽台之後會有第二步 你收完陽台之後 我們講個東西像明財位 以前講開門45度角 但現在的人都住公寓 門很小窗很大 窗會一直進氣 所以剛剛不是講 氣流過來的時候 會有沉積的點嗎 你就去找到那個灰塵 最多的地方 一般是窗的正對面 的角落 然後你把這個一樣擦乾淨之後 我們一般比較 巡學方我們常常都會去拜拜 祈求平安 那個地方你放什麼 就會讓影響你整個家的氣 所以如果你想發財 一般都是放財神小物 就是財神爺的一些發財金 或是發財的香包 如果你是想要治病 例如說你家人一直生病 有些或是失眠 那你就什麼 放華陀小物 因為華陀一般會有水 也會有一些香包 就放在那個沉積的區域 那就會祈求這個華陀保養 他會感受出來這個華陀的氣場比較好 那如果從科學來講的話 應該就是心理上面的一種 覺得我得到了一個治療 人生好會好 我就有病友希望了 可能是這樣 那每個空間都可以 只要有窗 它的對面就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不同的 你每個房間 每個窗功能都可以不一樣 你媽媽房間是想要健康 小孩房間想要讀書 那就是文昌的 但你的房間想要發財 就是放財的 我們根據每個地方都可以這樣設計 但記得要擦乾淨 就是那個發霉之後 你這個財就爆炸了 或是你的健康就爆炸了 所以這是關鍵 所以我們今天用科學的角度 來告訴大家 老祖宗的智慧還是要聽 所謂的風雪之學裡面 其實涵蓋了有許多 跟中醫相關的五行的概念 它是有它的科學根據的 如果我們顧好了一些 整個風水上的一些小NG的地方 其實就等於 你把你健康上面的小破洞 給它補起來了 沒錯 都是有化解方法的 如果忘記了 就把我們這一集收藏下來 回去 倒帶回去看 健少年告訴你如何破解 今天健康診療關鍵數字 十五 為什麼呢 中醫風水基於五行 中醫跟風水 五行跟五臟有關 家就像一個人 家健康 人才會健康 讓我們一起拒絕殺氣 愛惜自己 有沒有像在幫政府販毒 對 拒絕殺氣 愛惜自己 人的五行 小心風水 這樣子的概念 這滿好記得 好啦 今天告訴大家 這個風水是可以真的用 科學而且健康的角度來解釋的 是的 但是也不要過度煩惱 不然你反而憂思過度 你又生病了 吃好 睡好 一切生活如常 都沒有任何的阻礙 這就是最棒的風水 恭喜我們今天健康力距離 又全方位的幫大家拉近 跟健康的距離 小心喔